纽约慈济人为学校新生注册 配合防疫改在户外 天下父母心为了孩子的学习 都一样是尽全力提早来排队 虽然是全部都是英语文字什么的 但是我就觉得我们毕竟还是华人 我也想让他知道我们的风俗习惯 我觉得慈济应该会有很大的推动力 让他知道华人的背景 好长一段时间线上学习 9月可以回到学校上课 有期待也要谨慎 事前的我们有一些开会的准备 还有金校长还有王校长 他们在策划之间 就是也充分地预测到说 有可能出现的状况 那我们都有蛮万全的准备 所以这次还蛮顺利 而且提早结束 包括教职员 志工和家长 党们迎接开学的共识之一 就是孩子确保健康快乐学习 大约新闻真上美之工陈建辉 美国报道